嗨,大家好,我是艾紫,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要和大家一块来学习一个新的名词短语 Wet Blanket 字面上来看,是一个湿的毯子吗? 不是的,它的中文意思是泼冷水的人,非常扫兴的人 如果在生活中,你要说某个人是个非常扫兴的人 你就是在批评他们 因为他们拒绝和其他人一起参加一项令人愉快的活动 或是呢,因为他们想阻止其他人享受自己 好,我们来看一个例句 比如说某一天,你想邀请一个朋友去逛街 或是说去爬山,去旅游 他就不想去,你觉得他非常扫兴 可以这样说 Don't be a wet blanket Come on, I'll give you a ride 别扫兴,快来吧,我带着你 不要随便给别人泼冷水哦 如果是大家情绪非常高兴的时候 不要说一些那些丧气的话 令人扫兴的话 就可以这样说 Don't throw a wet blanket at others at the red Dolce在我们的聚会上总是令人扫兴 尤其他总是情绪不好 我们大家非常高兴的时候 他总是说些不冷不热的风凉话 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Dolce always act like a wet blanket at our parties 好了,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喜欢,这里有帮助 请分享和点赞,让开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视频见,拜拜 拜拜